Hello大家好,这里是大叔 今天给大家带来PCE平台的动作游戏《最后的人道》 PCE版开场就有一段剧情 能够看到一个忍者被打倒在地 然后跑过来一直忍犬 其实这也暗示了游戏的剧情 咱们操作的主人公实际上就是忍犬变的 之前看到的忍者已经被干掉了 PCE版的流程还是器官 画面方面略有缩水 但是它的难度降低了很多很多 这个地方大家能够看出来 我一直是在往前走的 正好就卡在了一个节点 能够躲避掉敌方所有的攻击 游戏当中类似的地方不止一处 这里打的是第一关阿修罗 游戏当中很多关卡的名字都是用BOSS命名的 所以这个地方要对付的BOSS就是阿修罗 先要清理一堆杂兵 这里可以利用一下分身 把敌人封住 清理完杂兵之后 阿修罗的本体会登场 弱点就是头部 阿修罗就是一个好战的形象 所以大家可能玩过以它作为主人公的游戏 或者是以它作为BOSS的游戏 第二关双斧鬼 主人公的武器是四种 分别是刀 手里剑 爆弹 和锁连 在游戏的设定里 这几种武器都是有名字的 比如说忍刀叫窝叶 手里剑叫妖刀物证 爆弹叫雷毒 锁连叫生龙锁 听名字起得很霸气啊 武器切换 有单独的一个切换键 接击的时候好处理 PCE的话 它的手柄上只有两个操作键 所以切换武器是用选择键来进行完成的 另外两个操作键就是攻击和跳跃了 其中跳跃键 根据你按键时间的长短 可以用出三种不同高度的跳跃 这三种跳跃都是有应用的 第二关BOSS双浮鬼 我把两个分身卡在了半高的高度 然后对BOSS进行输出 这样的话打得很快 第三关魔戒伴藏 游戏当中的黄色敌人是比较特殊的 打完之后他会留下忍者卷轴 忍者的卷轴有四种 灰色的是灵光宝珠 可以升级武器 每种武器都是单独升级的 升级之后他的图标会变成红色 攻击的威力模式都会得到加强 同时也影响分身的攻击威力 所以武器等级的提升是要优先拾取的道具 蓝色的是分身之术 分身最大就是两个 我估计这款游戏分身的攻击输出和本体是一样的 看不出太大的区别 红色的是破坏之术 拾取之后会发动一个全屏的攻击 黄色的是火轮之术 拾取之后会无敌一段时间 火轮之术的设定看起来比较眼熟 在忍龙里边也出现过 关卡的名字哪关都有显示 就不给大家介绍了 遇到关卡名字和boss名字不一样的时候 会给大家补充一下 游戏来到了加强机的版本 所以它的剧情方面 设定的也要比阶级版详细 故事发生在沐沐 主人公叫做月影 是两个陶人的后代 她的父母被无名上人杀掉了 她得知真相之后 去报仇 但是也被干掉了 这样的话实际上替她复仇的就是人犬 叫做白羽 白羽这个名字日版特有 美版的话就说是一头白狼 可能当时的制作组考虑欧美的玩家 不太能理解人犬这个设定 上方的天花板不断的在下压 冲过来之后就是boss战 boss是两颗咒腹石 弱点是在四周 每颗石头是四个弱点 打爆之后就过关了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 不要被石头挤在墙角 第五关的关卡板面非常特殊 它是纵向的 咱们需要向上方跳远 PC一版的难度下降是通过了很多方面的调整 比如说让敌人的攻击范围变小 体现在很多大型boss身上 另外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加入了血量系统 主人公不是那么脆皮了 但有一些敌人的强力攻击方式还是会秒杀的 本关boss双魔九人众 好大的风筝 我记得在超级人里出现过类似的敌人 第六关雷云 雷云这个命名应该是和本关的场景有关 武器方面能够抵挡敌人远程攻击的 就是刀还有锁连 其中锁连的攻击范围更大 但是攻击的频率低 刀的范围虽然近 但是可以快速的挥坎 你同时可以通过方向来调整 它挥坎的角度 无敌过期了 往前冲太狠的话 屏幕上会出现更多的敌人 这样就会造成拖慢的现象 我的武器等级还有分身都已经加满了 所以这个时候只有出现无敌的道具 或者是清平的道具我才会去解 BOSS战 本关的BOSS 落伍者灵群 落伍者指的是在战场上战败了 或者是走散的落单的武士 这个时候他的战斗力最弱 而且身上的东西往往比较值钱 所以就有了落伍者兽 也就是专门去拘杀落伍者的人 明治光秀就是这样被干掉的呀 这款游戏之前我录制过阶级的版本 实际上他还推出了机避版本 可能有的小伙伴见过 我查资料才发现这款游戏还发售了个人电脑版 主要是在欧洲地区 游戏难度的话还是阶级版本最高 这个地方爆发的点比阶级版要少多了 而且一会儿有一个下落的版面 下方会出现很多举着忍刀的人者 碰到的话就会被秒杀 也是整个阶级版最难的地方 放在PCE版也是最难的 但是整个流程变得更短了 而且很容易就可以摸索出安全的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 一会儿咱们会见到最终boss 落下去的时候方向不要不动 不动的话正好会被撞到 boss就是大寄身符 无名上人 打完之后就通关了 那好吧 这样一款PCE平台的动作游戏 最后的人道就给大家录制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咱们下个游戏再见